上次人武地區淹大水 很多車輛經過導致住戶的鐵捲門被撬開 但是現在住戶學乖了 懂得要打開門 上次是不知道整個都是放下來 都是在睡覺的狀態之下 還產生這樣子 現在大家都學乖了 大家都把鐵捲門拉高了 記取凱米颱風教訓了 人武整排透天錯 鐵捲門不敢再完全緊閉 而是打開一部分 甚至有人改裝 花了五六萬整修費 底下鐵門做鏤空留出空隙 旁邊在家後甚至還看得到 切割維修的痕跡 因為上次凱米颱風馬路淹水 又有車輛經過 漸起的水浪把鐵捲門衝到變形 就因為當時鐵捲門完全關上 水波撞擊扭曲變形 門面越大片的鐵捲門 越有機率被真空效應吸附 造成脫軌故障 鐵門中間以及底部最脆弱 如果完全緊閉遇遇到淫封面或是水波浪衝擊 鐵門會承受不住強烈的撞擊 也有人特別在中間加裝質感當作保護 也加裝了 這根支重臺 這根支重臺 兩支 兩支 綁在一起 也就是說颱風來鐵捲門別關上 避免受封面或是水波浪的衝擊 至於擔心門開開會淹水 最好是向這戶人家以及銀行外 額外再加裝水閘門 保護ATM機台泡水 雙重保護 TVBS新聞 李在盛 聪培文高雄報導